PP石墓溪超倒背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戶外活動成為娛樂新趨勢 相對的也伴隨一些意外危機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 告訴大家 如何避免問題的發生 第一次 找到這就你們了 這麼輕鬆 醫師好辣其實團的範圍 可以很廣 因為在戶外活動 也有可能會受傷 要注意到哪些安全 的事項對不對 這個我們 不過我在懷疑 是真的他們的帳篷嗎 我講我露營大概是 因為五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在念高中 國中這樣 會去水庫旁邊露營 那會取那邊水去 那很方便 但是現在應該 現代科技都這樣子 有沒有水也不會取河水 會嗎 會 還是會 其實看狀況 如果也贏的話就有可能 對 因為如果說 剛剛講到說取河水的話 像我就會準備這個東西 它一個水袋你就去撈 撈完之後還有一個過濾的頭 對 那這個過濾完之後 其實你直接喝都是沒問題 那不然用水怎麼來 你們用水 不是 我老公 像我們也有去野營 露營 我老公很堅持 一定要裝家裡的水 我也會 我們也是準備水桶 但是因為我一般都去露營區 所以他們都會有那個 飲水機 比較豪華的 比較方便 對 還有不是聚集在一起 還有廁所 公共廁所 對啊 現在都超豪華的 而且還有五星級衛浴 只是你躺在那邊就像露營 可是環境不像像露營 對 你上廁所或洗澡的地方 是比較乾淨 那你睡的地方就還是草地 以前是都用登山帳 因為我就是也有登山 但我就不想要分登山又露營 這樣東西太多 那這個是純露營的 這個是露營的 因為後來帶小朋友去露營 然後我就覺得 用原本登山帳太矮 然後他抱寶寶要進去的話 就有點麻煩 所以後來就換這個帳篷 我這是露營帳篷 就是它是 它是氣柱帳 就打氣的 就把它打起來 那其實這個是 原本是設計給一些衝浪者 他們有時候要去海邊 要露營的時候就很方便 我以為是 可以讓他們就飄在海上 沒有 像對不對 這是我們那個露營的帳篷 然後最近因為第一次帶小朋友 我覺得我後來就發現 帶小朋友露營 真的是完全跟 以前自己去露營 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的前置作業會變成Double 以前是我跟我老婆 一起搭帳篷 一起準備東西 把所有東西準備好 但現在因為 有一個人要顧小孩 所以孟姿他就會顧著小孩 所以你一個人搭 然後全部就是我一個人搭 然後把它全部從車上拿下來 然後拿到營地 然後再開始一個一個搭 然後把桌子什麼的 全部都擺好 所以為什麼要有夥伴去 夥伴可以一起去搭 對 大家一起先搭你的 再一起搭別人這樣 對 跟我們在露營區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水池 然後它很喜歡看魚 我就帶它去看魚 就跟魚哈囉 對 跟魚哈囉 雖然說剛講搭帳篷的時間 會變久 可是我又不想要剝奪它 就是帶它去露營了 就是讓它到處去探索嘛 然後我就跟它一邊玩 然後一邊搭帳篷 然後我就第一次發現 很好玩的是我在敲銀釘 然後敲銀釘的時候 它就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敲的時候 會有空空空的聲音 它就拿孟姿幫他 準備的一個小槌子 在旁邊跟我一起錘 他會模仿你 對 他就跟我一起錘 然後錘一錘 我就跟他講說 來Darine 敲這邊 然後他就拿他的小槌子 一起敲 對 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晚上了 帶他看夜景 這是被蚊子咬嗎 對 然後臉上那個小小血管流 然後我剛剛說 搭那個敲銀釘的就是這一個 好可愛 然後因為它那個敲下去 會啾啾啾的聲音 他就覺得它跟我一樣 敲下去都有聲音 跟著小朋友一起去錄影 滿好的 學習成長了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大家就會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下午忙完之後 大家會覺得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餐 我個人就是有一個問題 我只要去登山或者去露營 我一定要吃牛排 我就會覺得 牛排不是在餐廳吃的嗎 不是 因為在家裡 你不大可能是用炭火去火烤 然後我就會覺得我到了戶外 就算我那邊真的沒有辦法火烤 我個人也會很假掰的 帶一次是專門煎牛排的國產 對 就是煎完的時候 上面還是會有這個條紋 我就會覺得說 我還是吃到火烤的牛排 對 感覺好像還是在餐廳吃到高級的牛排 對 會不會帶紅酒 也會 這也是我特別準備的 對 就我們出去的時候也一定會帶這個 因為這個 它這個金屬的 所以當我跟孟姿兩個人喝 就是喝點小酒的時候 敲杯也會有 還是會有像玻璃杯敲杯的感覺 真的耶 那你們去露營也會碰到別人不是嗎 當然啊 那會不會打招呼說 哎呀 不啊 什麼什麼 牛吃的話會 也會打火啊 就是你們吃的是什麼東西啊 對 他們來交換一下 我那天就是很尷尬 是旁邊的露營區其實已經認出我了 然後我剛剛就講說 我吃飯時間已經很晚了 然後我又準備了牛排 可是牛排也退冰了 我又不可能再把它冰回去 我就半夜11點多的時候 其實大家已經差不多睡覺了 我就開始煎 然後因為我又一群朋友 打球的朋友 你知道大家男生又很 男生又很會吃肉 所以牛排就有點多 我就一直煎 一直煎 煎到旁邊整個營區的人 頭都探出來 因為剛好我又在上風處 那個煙就飄過去 旁邊的人全部出來 然後在那裡看說奇怪 我說不好意思 他說不是好香喔 你在煎牛排是不是 好像在飛機上煮泡麵的那種感覺 就一整排的人頭都就會探出來 然後想說奇怪 哪一家在這麼晚煎牛排 然後結果我一個人在那裡煎牛排 很不好意思 是啊 我們小時候以前會有旁邊挖一個潮溝 像童菌一樣的 對 就放一些石灰 怕蛇爬過去 都不怕嗎 是還沒有遇過 我也還沒有遇過 對啊 結果我遇過就是那時候就是錄影的時候 我們就晚上就是大家就是小朋友都睡了 所以大人全部都在外面就是放鬆 喝一點小酒 然後我就聽到我女兒在帳篷裡大哭 然後就以為她可能看到不乾淨的東西 因為往往都會小朋友在就是戶外 都會可能會有那種哭聲 可是因為有不乾淨或是什麼 結果呢我進去看我女兒的時候 我都發現都沒事 隔天早上起來我發現 她整隻腿都是紅了一點一點點 就被螞蟻咬 對 所以沒有遇到蛇 但是我覺得螞蟻比蛇還可怕 因為那個羊是 你知道會流疤然後非常羊的 這個 你肌膚好軟 應該有十天了吧 還這麼大顆 你是螞蟻 螞蟻 還是蜘蛛蟻 對 你剛剛講得沒錯 如果紅蟑蟻成群的會死人 對啊 你那個只是螞蟻咬到而已 可是還是會很心疼 就小朋友的 我上次也被螞蟻咬過一次 也是一個多禮拜才好 我必須說現在的營區 其實營主都整理得很好 所以這些東西大部分比較少遇到 或者我的意思是說 有的人他會挑戰那種野性的 就是不要人家整理好的 開的月才夠妹妹 那就是野營 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以前我小時候比較常這樣 以前那年代 爸爸媽媽帶我們去露營的時候也是 然後有一些單身男子 就直接搭一個那個帆布在上面 他們就在底下鋪了帆布就睡覺 早上起床 真的就是 常有的 那種好Hardcore 所以我的觀念還停留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長大就在那裡 所以你們現在都很現代化的裝備了 對 而且謝忻常常撥他露營的照片 那旁邊就有什麼洗澡的東西 那我說那你進去那邊錄幹嘛 在我們印象當中 你一定是開闢一個空間去露營嘛 那個叫野營 對 那叫野營 現在都區分得很清楚 對 還有 還有 這種會去野營或露營的地方 他一定離你的 絕大部分他旁邊不會有什麼醫院 診所 一定是遠不溫眠嘛對不對 我們遇過就是說 受一個輕微的受傷 那他又是野營 像那個人來急診的時候 是整個手都是腫的 完全都是腫的 然後呢 而且他的腫道 其實他的 所以這種的時候其實已經是 這種你放著不管他 然後呢 你沒有觀察他 觀察好的時候 其實他的循環會壞死 甚至會有節肢的問題 那他的起因就是 像架野營帳篷的時候 他只是稍微像小朋友這樣叮叮叮 他弄到一個傷口 那因為野外的話 他只有在吸水這樣洗而已 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洗 所以之後就變成越來越嚴重 但是他又不想為了這個才剛架好而已 就要下山 就要幹嘛 他就不要 所以他又在山山多二三天 三天下來的時候完全都不行 對 所以在錄影的時候 會不會隨身帶一個很簡易的一個 消毒的一個藥水 或抗生素的藥膏 有時候那種像剛才那種螞蟻咬 如果說你有類固醇的一個藥膏的時候 其實一咬的時候趕快塗一下 至少他可以緩一下下 不要一下子產生很厲害的過敏反應 可是在嘴巴裡講都不怕那麼捨 毒蛇咬到不是更麻煩 的確是如此 所以的確還是你一定要想好 萬一你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求育 對 這個後路一定要先想好 希望不要遇到 但是真的被毒蛇咬到 你也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你還是要盡快就醫 對 你們喜歡什麼樣天 像現在這麼冷天氣 適合露營嗎 適合 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 對 夏天就是真的不能露營太熱 你要帶朋友進露營坑的話 最好就是冬天帶 夏天你只要他去一次 他一定不會再去 這個倒翻掉 因為像我們這樣子 燈一打開 所有蚊蟲就過來 對 還有蚊蚓 對 對 這種天氣還滿涼的 對啊 很舒服嘛 是時候可以去玩 對 晚上睡到一覺會很冷就是 那上廁所怎麼辦 自己挖 我真的是很野的 到處 然後後來呢 我還愛上了在戶外上廁所 因為我覺得比公公廁所 都還要乾淨 健康在家也不上 他會跑出去講 因為一定要有那個 才會有感覺 是喔 而且還是要學習的 後來我學的是誰嗎 狗狗 因為他們一定會在這裡 先踏兩下 然後再上廁所 你知道為什麼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嗎 為什麼 因為你不做 那個草啊 會刺到他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上完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那個風吹啊 風吹啊 例如你大號嘛 然後那個大便就會 屁股好涼 就會沾在那個草上 然後又風吹 所以你的屁股就是都是大便 所以一定要把那種 就是要鋪平 以前我在野營的時候 上廁所也是 我會找到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比如說溪流 溪流 你就去搬那個石頭 兩塊大石頭 然後剛好可以跨上去 然後你就直接蹲下就好 然後溪旁邊還有大石頭 剛好擋住 很舒服 你覺得在那個大自然裡面 你仿佛就是一個 天然的特殊 你也懂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你上完以後 可以順便溪流 洗一下 直接洗啊 對 可是我沒有溫 剛好下游的在洗菜 就是要你們這種人 對啊 我沒有 我會自己帶那個行動冊 行動馬桶 就是我們那時候去 野營 其實我們不常去 大概去了兩三次 我們都會自己準備 那個行動冊馬桶 就會比較方便 就不用就是 我先生非常喜歡錄音 所以那時候我們 剛約會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露營 然後第一次睡的帳篷 因為我們家有三個帳篷 第一次睡的帳篷就這個 後來我們結婚之後 就有了小孩 就更需要露營 因為覺得說 對 小孩就在城市裡面長大 想讓他多接近一些大自然 我要想要講的是 很多女生她是 第一個沒有洗乾淨 她不能上床 對 第二個在家睡 一定要很舒適 對 這種人家在露營打死她 可是有可能這種人會改變 對 會嘛 對不對 對 我就是改變 你以前是這種人嗎 我很討厭蚊子 然後很討厭曬太陽 對 我就有冷氣就吹冷氣 所以真的可以改變 一個人的習慣 對 會改變 可是後來有了小孩 然後又開始露營 就覺得說其實露營真的 我覺得就是還滿好玩的 那像剛剛孟哲在講說 就是有了小孩之後 露營真的 你要準備的東西 真的是雙倍 然後我老公也跟孟哲一樣 就是全部東西 就是有老公就是裝備什麼 有她弄 然後我就是只要顧小孩就好 那那時候我女兒 大概一歲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露營 她那時候剛學會走路 就對很多東西都很好奇 但是我就會很緊張 就在旁邊那邊顧她 怕她被這個銀繩絆倒什麼 然後因為我老公很喜歡玩火 像這個 她就喜歡生營火 然後我們就會去買一個 就是那個 那個火是有顏色的 我們會那個 有一種粉 它是一種藥物的粉 然後就丟進去 然後就是會有 就是有藍色 綠色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會坐在那邊就看 可是我就會跟她說 那個火 妳也煎牛排 不是 那個是那個 烏魚子嗎 烏魚子 對 烏魚子 我們帶烏魚子去 然後才用那個高粱 用高粱 妳看這些人出去露營 吃牛排 吃烏魚子 對 我們就去撿木材 吃是很重要的 對 非常重要 就撿木材 然後就是用烏魚子 然後再用高粱把它燒起來 那因為剛開始露營的時候 有家庭我們還沒有別的就是 家庭朋友就是有小朋友的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辛苦 然後我們要找營區 就要找一些有設施的地方 後來就認識了一些 家庭就是有一起露營的 就覺得小朋友在一起 他們就可以互相一起玩 就會讓他們晚上就玩螢光棒 然後白天可以讓他們踢足球 或者是就是玩一些就是小朋友可以一起玩的活動 還有做披薩什麼的 然後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真的自己 三個人去露營的話 我們就會選就是很漂亮的地點 像我們之前就帶他去那個司馬庫斯 因為司馬庫斯非常漂亮 對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那個 就是一些玩的地方 像我們就帶他去走那個古道 就是神木區 就帶他去走 那其實來回要八公里這麼久 那時候我們大概五點多就從台北出發 然後到司馬庫斯的時候 大概是早上十點 然後營主說你要趕快出發 因為在天黑之前 我們又帶了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就要在天黑之前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想那麼多 那好家在說女兒很耐操 他就一直走 然後就用零食 用什麼水果就騙他 就慢慢走 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他真的不行了 他在那邊鬧 然後老公說那你趕快自己去吧 因為我老公看過神木 然後就自己去到神木去 就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真的太漂亮了 小孩子如果鬧起來的時候怎麼辦 對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 回程有兩家人 他們小朋友跟我女兒差不多一樣大 他說你們不要上去了 因為小朋友真的不能走 走不了 走不到 他們就走到一半就反折 但是我們回去的時候就是 差不多四五點多天就黑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有點抹黑 就只能帶頭燈 其實有點危險 但是還好路上有螢火蟲 那時候是11月 所以我看到螢火蟲 就覺得還滿值得的 非常原始 不過說真的這也滿好 讓小孩子脫離 依賴電視 或者是依賴那個手機平板 對 就讓他多盡大自然 還滿開心的 要不然你看這小孩子 一定是有看平板電腦 餐桌上吃飯幾乎都兩三台 對 我也是有看過 露營 還是一直在玩手機 確實也有 有啦 其實大人也會 小朋友睡了也會在那邊畫 其實現在很多的帳篷 或者是那種正幕 他們都會直接用投影機 投放電影 用小孩子邊吃邊看 我最怕卡拉OK 真的真的 你在營區遇到唱卡拉OK 真的會不要 但其實現在很多營區都禁止 對 大部分是禁止 可是如果你去野營的話 人家就禁不了 所以今天有帶一個 急救箱來 那這個是 因為我自己也會有 露營登山 所以就會 會備了一個這種急救箱 我跟各位介紹 下意識是 有時候會放棄自己工作感 會到外面去 對 國外也是 還有這樣會 集蛋救助他也會去 所以他這個方面非常驚豔 所以就有說 那這個是 骨折 我們之前 之前有病患 遇到了 就是走爬山 不小心跌倒 那就骨折了 骨折之後 你現場沒有東西 野外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被這個 就是 固定的鋁板 那立馬固定完 之後就會送來醫院 我們會處理 那裡面 可以給大家打開 這個是防水 然後防摔 反正你怎麼丟它 都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紗布 這種最基本的 然後會有一瓶 對 會有一瓶水 沖 傷口的 然後有一些 碳上藥膏 什麼的 那這個是 集血的砂布 直血的砂布 就是如果真的 大受傷 大傷的時候可以 然後這個是 直血帶 因為在野外 就是怕冷的 一個是 冷會死 會死掉 然後一個是 大出血會死掉 就這樣會死掉 一個是失溫 對 對 這個就可以幫忙 可以拖一些時間 延遲一些時間 這個箱子是 買來就是裡面都裝好 沒有 這個是自己配的 我還想說 我要假衣了 最想賭 我要假衣 對 自己配的 下意識 你是買這個箱子 裡面自己放的東西 對 這個你有在用嗎 有在用 玩戶外活動 因為我有玩那個 划傷夜什麼的 這些我都會帶去 但我可以跟你訂一個嗎 對 我也跟你訂一個 我也要 等一下留個電話 所以你也參加錄影 你自己也會錄影 我會錄影也會登山 你也喜歡戶外活動 對 所以這些都會帶 它還有更大一點的 要再小一點的 但是這個尺寸剛好 因為如果它登山也用 再大反而會變負擔 對 因為這個背包 像那種背包 我都是刮在背包後面 這個 它有很多扣可以刮 就刮到彎 反正這個方便了 有些 外面有些人 他用營火的時候 他是用汽油去起火 對 汽油零太多 然後突然一點 然後就 就整個爆開 然後他又是像大家一樣 就帶小孩的 小孩有時候看火 所以小孩 爸爸要點火了 他靠近 然後小孩就站在旁邊 一點火就整個爆開 然後小孩就整個燒傷 臉燒傷 然後手 就是沒有衣服的地方 都燒傷 大概二三級的燙傷 然後就送來醫院這樣子 剛才離醫院 剛才想說用那個汽油點火 我國外看到一個影片 那個也很可怕 其實他也是用汽油 然後他就是在那裡點火 點到一半的時候 旁邊的人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 然後說說這好像不夠 然後要幫他加 對 打開直接倒 然後一倒一燒 直接燒回來 手上那顆直接變汽油彈 然後他就一下到趕快丟 那個超危險 其實像去露營很多人會玩燈 那這種就是沒有燈 他們在點燈的時候 一定會離帳篷遠一點 然後幾個燈在那邊這樣子 一起把它點一點 再拿過來 所以這個都要很小心 對啊 像我們在就是煮飯什麼的 我們也會分 像這個就是我 可能會做飯的時候用的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桌子 就像阿波的那種木的 我們就會放在比較靠近帳篷的地方 像這種煮的 要什麼鍋子瓢盆什麼 有火的地方 我們就會離比較遠一點 那你用這個燈 不是不用沒有 這個也是 但是它就會有電力的問題 然後因為那種沒有燈 它其實有一部分它會保暖 冬天的時候 對 冬天的時候 那個是不是確實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亮 然後造型好看 然後我現在確實也是因為 有小朋友的關係 我不敢玩那種燈 這個是瓦斯燈 瓦斯 那沒有點起來 差不多也是像這樣 就火這樣子 這個純粹是好看而已 這純粹就是好看 放在桌上有點 所以你那個大的點錢 會很亮吧 會很亮 可以在那個隧道帳裡面 另外這個瓦斯燈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小孩用瓦斯 因為它其實是冷的 有時候它用敲就不對 一打開裡面是冷的 手指都會凍傷 它會噴出來 它會噴出來 對 這個有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我會喜歡開始露營 其實也是因為小孩 以前的我 那你不是做戶外節目很多了嗎 對 所以我已經很習慣 這樣的環境了之後 後來我就覺得很懶 因為我知道去露營 要帶很多的裝備 會很累 然後我老婆不熟 然後一定都是我在弄 好像一般都是這樣 對 可是後來呢 因為慢慢的一兩次之後 我老婆愛上露營 她以前是很怕蚊蟲 很不喜歡去戶外的 可是後來帶去露營區幾次之後 發現其實去高海拔的地方 也沒有那麼多蒼蠅 也沒有那麼多蟲 尤其冬天 所以她喜歡上了之後 變成是她一直在催促 我說下次什麼時候錄 下次什麼時候錄 然後就開始慢慢的開始露營 然後後來錄到後來就是 現在基本上每個月 都會有兩錄左右 對 然後我覺得露營 讓我覺得有趣的一點是 那個露營區就是 有時候我們搭的 不是包區的話 是一個那種大草坪 你就會發現那個露營區 然後這邊的媽媽 那邊叫小孩 對 可是就好玩的是 所有營區 就是營區裡面 不管是你認識 或不認識的小孩 最後他們都會玩在一起 然後有一次就是這樣 我們習慣晚上 禮拜六晚上 會跟幾個自己認識的朋友 共識 我們每一家出個兩道菜 然後桌上擺得很豐盛 大家吃 然後小孩也是 一桌在那邊放在那 然後小孩就是 自己拿著自己的椅子 去那邊坐在那邊 然後開始吃飯 然後有一次就是 小朋友跑來說 跟我說 椅子不夠 爸爸 我說椅子不夠 不是你們的椅子放過去 我看了一看 我們家 我們五個家庭 然後五個家庭 有七個小孩 算一算 沒錯 七個椅子 可是就是有一個小孩 就是我沒有椅子坐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然後我就看了一看 那個小孩是誰家的 我不是認識 然後後來就一帳一帳去問 問到最後一帳都不認識 那哪裡 最是 就是隔壁鄰區 隔壁鄰 玩一玩 然後跟小朋友玩在一起之後 他們說 我以為是隔壁村的跑過來 就是 可能就是 他的營區可能會分ABCD區 然後他們就去沙坑玩一玩之後 就變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說 來吃飯了 然後就把他拉過來 這麼好喝 超好喝 超好喝 他是C營區 他結果把A營區的拉過來 對 然後就看到又來了 那個媽媽從老遠的 大包 你是不是在幹嘛 回來 對 像這種就是隧道帳 對 就可以在裡面擋風 那如果上廁所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搭的營味 比在那個廁所比較遠有沒有 說真的半夜要起來上廁所很懶 對 我們會買那種折疊的那種 折疊的那個小馬桶 折疊的小馬桶 讓小朋友 因為睡覺的時候 外帳整個都是關起來的 就在那個隧道裡面上廁所就好了 這是我這個禮拜 這個週末 剛錄回來的 所以我裝備都還在車上這樣子 這是有一次那個去一個 我搭在櫻花樹下 還有一個 這個營區在復興鄉 然後我們的帳篷就搭在那個下面 這一個就是那種 剛剛有講的豪華露營的 就是以前有時候我懶得搭帳篷的時候 也會去豪華露營 那現在豪華露營就很棒 有一些動物在裡面 動物 還有馬 是牽馬 好可愛 我就帶著小朋友 然後有兔子 然後還有小馬在那邊 對 這是營區 我們通常到了一個營區之後 如果附近有一些漂亮的景點 我們會趁禮拜六上午的時間 去附近小爬山走一走 我有去過這個 竹林很漂亮 烏巴宴的很漂亮的竹林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竹林裡有咬人貓 因為那時候我只知道要尿尿 那咬人貓那個植物一掃到 它的那個刺毛 全部扎進去 整片超級痛 而且你怎麼弄都弄不掉 然後我就自己跑去草叢旁邊 就自己尿尿 有用嗎 水母的概念 還是要用別人的尿 還是要用竹子尿 後來 我後來有遇過 就是原住民告訴我的 他說 咬人貓附近都會長姑婆玉 他們傳統的做法是把姑婆玉切下來 然後它的枝液塗在上面 以毒攻毒 對 但我還沒有試過 像這個在苗栗的營區 附近有一些果園 季節對的話 你可以去採田市 或像這個採橘子 小朋友超開心 那原住民的果園的那個主人 然後他就說 你就吃啊 你現場摘下來馬上吃 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小朋友 一直吃 一直吃 然後最後你要摘多少帶走 他才趁精算 而且好便宜 我有遇過一個是 他是園區裡面種白柚 然後那個園主 他其實他也不想要那些白柚 所以他就說 你地上看到的 要帶走就帶走 然後白柚一顆都很大顆 然後大家就是在現場 一直在那一坡 然後一直吃 吃得很開心 那剛剛我就是 今天的主題都是在討論 露營跟野營的部分 都講他的美好 對對對 你今天來講是講一大堆的 來分享一些實際的一些案件 這樣子 那就是 現在大家很喜歡去做野營的活動 因為他就可以走向大自然 但是他跟一般露營區的露營 他最大的差別是就是 安全要自己去控管 包含天氣狀況還是什麼 那我們南投 我本身是南投消防員 那我們南投有一個叫 五介部落 那最近也是很夯 好漂亮 因為他很多的秘境 那很多的遊客都會過去 然後去做野營 或者他本身也有一些露營區 那剛好在去年 那變成你們業務會很忙 你們業務會變很忙 最近疫情緩解之後 我們的一些 對嘛 業務變多了 對 那就是在這個部落裡面 那有一些玩家 就是他們會去那個溪邊 開那個就是四輪傳動車子 過溪 在溪邊去做一些野營的一些活動 那剛好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那個 他的水庫 就是 就無預警的放水 沖走 對 有一位民眾是因為他覺得 就是帳篷裡面睡不舒服 他就 那剛好凌晨的時候 那應該是三點四點的時候 他突然睡在車上的那一位民眾 他就奇怪 怎麼那個水的聲音很大聲 甚至車子都已經在晃動 他趕快起來看說 就發現說他 他周圍都是水 甚至一度要 就是要淹進那個車子裡面了 然後其他的五個人 他怎麼叫都叫不到人呢 天啊 那他趕快 爬到車頂上 等到就是天比較亮一點的時候 趕快跟外面求救 那當然我們消防隊 到達現場的時候 已經是要天亮了 去的時候只發現他一位民眾 然後知道說有五位民眾 已經被水沖走 可能是在睡命中 就被沖掉了 對 但是在睡夢中 第一天我們去的時候 有一位民眾比較幸運 他自己爬上來 那仍有四個民眾 四位民眾還是沒有找到 其實他水退得很快 這是我們第一天去做 搜索的一些照片 我們沿著西的左邊 左右兩岸去搜尋 因為整個河域實在太長 那我們馬上就請了空情直升機 去做一些空刊 甚至請一些民間單位開 在越野的摩托車 還有沙灘車 因為在那種地形 也只有這些車子 會快速的進步 可是就是說 這個水退那麼快 他們會衝那麼遠嗎 有 最後一個找到的 他已經衝了 至少好像好幾公里遠了 所以他衝那麼快 然後退又退那麼快這樣 對 因為其實可能他們 後面意識到 可能放水完之後 就趕快把那個閘門關起來 水就沒有這麼大 那這邊還有一些影片 就是我們搭配空情的直升機 去做一些 吊掛的一個救援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距離實在太長 我們不可能把一個 就是遺體走那麼遠的路 所以我們請他來做吊掛 所以縮短一些救援的時間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 救援的一些影片 跟直升機的搭配 已經發現了嗎 是吧 對 已經發現了 這邊已經發現 就是要帶去他的吊欄 要再走這樣 所以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 錄影最好有個規劃的地方 這個也已經就是 最不知道地形是什麼問題 對 結果你看 萬一下大雨也好 你看那個 水庫突然放水 就會產生 對不對 除了這個錄影之外 大家現在很流行去爬山 對 你也喜歡爬山嗎 我偶爾會爬山 對 那你們喜歡爬山嗎 我也喜歡 是因為小孩的關係 那我們那個其實不算爬山 其實就是走步道 然後是去年還是前年 我不記得 就是有下雪 然後那時候太平山就有雪 然後老公說好 趕快去 就帶女兒去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也只是想說 就只是去看看雪 拍拍照 體驗一下就是玩雪什麼 那我們又買了一些乾糧 一些零食跟水 然後想說應該拍拍照沒有什麼 就大概抓個半個小時 就上車 我們就可以開車去吃中飯這樣 所以我們早餐也滿早吃的 大概七點就吃了 所以我們就十一點 十一點下車 然後就走走走 然後就去拍照 然後什麼 然後就跟著人群 我們就這樣一直走走 我們就走進了步道區了 然後就一直往前走 就越走越深 然後我們想說 怎麼辦 所以要回頭 還要繼續走 因為我們沒有做功課 所以真的要做好功課 要知道地形 要知道時間 我們就這樣默默走四公里 可是那四公里真的非常的難走 因為那時候那個雪 已經開始在融化了 所以地上其實是有泥泞 有水 然後又有冰 所以其實很滑 快十二點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走完 然後我女兒說 肚子很餓 然後我就看我的包包 因為我們的糧食 都在車裡面 我包包裡面的 只有一瓶水 然後跟一片 一片肉乾 不是一包 是那種 狐狸 對 狐狸包裝的 一片 旁邊消防隊的大哥 都在搖頭 都是這種 對 因為我們就不知道 然後就走走 然後女兒說媽媽 我好餓 然後又冷 又餓又累 然後她就一直滑到 然後還好我們走一半 就是有好心人士 就拿著燈箱站 就在那邊看著我們 一這樣就說 這家人到底怎麼了 就是沒有什麼裝備 就這樣 就趕來走這個步道 然後她就說 那妹妹我身上 有麵包跟年輪蛋糕 你選一個 然後就這樣 我女兒就獲得了 年輪蛋糕 就很開心吃吃吃 然後我女兒吃到 最后口吃 我就看著她說 媽媽也好餓 你會不會把最后口 給媽媽 然後女兒就把 最后口蛋糕給我 就像這樣的路 就是地上其實蠻滑的 對 旁邊那是冰塊 對 因為已經是冰塊 因為開始在融化了 因為你要小心 你看右面就... 就下去了 對 所以其實不好走 對啊 對 僅剩的糧食 對 僅剩的糧食要握好 不能掉掉 以前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到雪地 或者是爬山的時候 那種裝備 真的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 你光鞋子就不一樣了 鞋子 你一定要防水 我們有一次工作人員 還穿那種很... 然後毛茸茸的 不防水 我跟你講 她走一段路之後 你腳的熱氣 就像雪融化 鞋子就失掉了 失掉你腳就開始動 更冷 就開始變冰的 對 然後有一些鞋子 甚至底下還有一些 釘子的那種 小小的釘子 可以防滑的 對 我第一次去 被害到的時候 出飛機場就很開心 你知道摔了幾次嗎 好慘喔 後來她知道要加鞋墊 摔是重摔 你知道 崩滑細滑那樣 很難控制嘛 對啊 其實剛剛講到出意外 我之前跟我老婆 去爬的那個綿月線 說真的 在上個禮拜 才有人出意外 但那邊其實很危險的是 因為它那個 其實原本那一條鐵道 它是運送木材的 可是因為921的關係 它崩塌了 所以它崩塌了之後 可是它的風景就很漂亮 它等於現在不會有火車走 可是很多人就會去那邊 去看風景 那那裡著名的就是說 你可以走過那些鐵道 那那些鐵道有些是在很高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會用空拍機 拍照就會很漂亮 可是相對的就是有很多的危險 它所有鐵道的旁邊 是沒有任何的柵欄 你如果不小心腳滑下去就是掰了 很深嗎 有三五公尺 有十公尺 也有快二十公尺的都有 可是這張照片很帥 對 這是我朋友幫我拍 其實他在幫我拍的時候 我也很害怕 因為他站著鐵道之後 他是到外面這樣拍 我說其實我們不用那麼好的角度 你進來一點 我這樣子壓力很大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背後的這個背包就是這一顆 這個 就是這一顆很大的 對 然後這個我其實自己很喜歡的是 因為我從國外訂回來 它是英國的一個牌子 然後它從 它是英國的軍人也是背這個 部隊用的 然後它有分大顆的 跟小顆的 然後像它旁邊的這些 全部都是擴充的配件 可以把它裝起來 對 然後這個 這個背起來的話都是 就是真的是很重 它重的話到十幾二十公斤都有 對 正常的話就會是 可能起碼有個十五公斤 但是大家會通常 會盡量控制那個公斤數 因為你背那麼重的東西 然後又爬山 其實對膝蓋 對什麼體力都很好 對 而且我也以為 我好像體能可以 可是背上背包不一樣 你就覺得好像一直在重訓有沒有 一個很重的東西 所以你每一步其實 都會非常的沉重 最重要的是 你轉身的時候要注意 對 因為它轉身會有離心力 對 我以為會把你甩 轉下去 你的朋友被你甩下去 快先把自己甩下去 但另外一個是你轉身的時候 會有離心力 有人叫你的時候 你不要很猛的這樣轉身 你就會被你的背包帶出去 然後你就會跌倒 對 這個照片就是它後面那裡崩塌的 對 它崩塌的那邊 其實我們要過去的時候 所有人是要攀繩索過去 然後我很氣的是 我背這個背包 那時候掛了很多裝備 看起來很專業 我老婆背這個 然後我朋友就幫她 拍了一張美照 她就放在Instagram上面 國外的官網竟然來按讚留言 然後還轉發 光很漂亮 真的滿美的 對 剛好那時候我們到的時候 然後陽光真的很漂亮 然後又有風 戶外應該不只穿的 這為了拍照吧 我覺得這樣拍照就好 這個拍完之後 它就還是就是正常 我們登山的裝備 對 就是穿起來 很多人現在很喜歡拍網美照 就是找很漂亮的風景的地方 去做拍照 那我們在我們南投有一個地方 叫鐵筆輪瀑布 它非常的漂亮 很多人都會跑去那邊 做一些拍照 然後做留念 那也是在前年的時候 有一個民眾也是為了要過去拍照 那可能是因為 他所選擇的鞋子的關係 那或者是那天就是有下一點雨 非常的濕滑 他不小心踩到那個就是 岩壁比較滑的地方 他就掉進那個瀑布區 現在看到右手邊的那個 就是整個它的瀑布區 大概跟一個籃球場一樣大 我們左邊那些人 就是我們的搜救人員 那有人掉下去 對對對 然後它其實水沖下去之後 它就是像個漏斗狀的 一直在 不是漩渦一樣 對 漩渦 絕對自己就 絕對自己爬不起來吧 對 絕對 絕對起不來 那你如果沒人救 你如果體力都沒有 就淹下去了 對 就沉到底下 那就是我們後來就是 因為它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開車開到那個地方 也要兩個小時多 那我上面橘色的那個是單架 然後身上又背了一條 50米的繩子 還有氧氣筒 我們的潜水的 潜水裝備 潜水 當時你們知道 你們只是去撈的是不是 要去撈嗎 就是知道其實它已經在吃底了 可是有漩渦 你們這樣潜進去嗎 其實那一次救援 是滿有風險的 對啊 你不是 就明明知道漩渦 你潜進去不是一直跟得到 對 會 大家有玩潜水知道 就是都是開放水域的潜水 那本身的配重 可能就不會這麼重 那在有水流的潜水的過程 我們的配重都會比 平常在開放水域大概還要再 就是要讓人可以整個置底 那我們那一次救援 是比較困難的地方是 我們三個人都可以看得到 他就在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靠近不了 是因為水流太強 水流太強了 所以我們就變得又再撤退回來 起來 然後再往身上再放更重的重量 這樣子才能像石頭一樣 才能固定 對 才固定 就是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在山區 其實我是覺得 大家可能會喜歡買登山鞋 像我們這些登山鞋 或者是不穿的鞋子 那那天那個遊客 他穿的是一般的慢跑鞋 我們一般慢跑鞋 其實跟登山鞋最大的差別 就是鞋底的那個溝槽 不一樣 那如果山區又下雨的話 他的鞋子都沾滿了泥土之後 會滑 對 會滑 只要踩到岩壁就一定滑 對 對 所以我是覺得 山區的一些活動 如果有可以穿登山鞋 就穿登山鞋 會比較保障 那也許有人會問說 登山鞋一雙可能動輒六七千塊 甚至有三萬的都有 那其實去最便宜的 穿雨鞋也是可以 達到這個效果 沒有 到這種去的 當然生命是想說第一 對 就穿好一點 之前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有些比如困難的山 我們會戴一個 登山用攀石用的安全帽 好險因為那一次有個 一個朋友吧 他剛好踩到一顆石頭滑倒 然後就跌下來 然後剛好他有戴那個安全帽 所以他只要安全帽 可能有一點 裝壞而已 人沒事 但是如果他沒有戴安全帽 沒有安全帽就得力了 應該就對 應該就掛在上面 對 然後你參加活動更多了 對 我 而且我都玩比較危險的地方 對 但是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真的也看了我一個朋友 我們騎車馬 然後會有把手 可是他沒有量好那個把手的距離 所以他以為他可以過 結果就撞到旁邊的岩石 然後他就是摔弱 他不是滾下去 他就是直接摔到大概一層樓高 那怎麼辦 對 所以 我們去救他 他還站得起來 所以我們就 繼續騎 讓他慢慢地緩緩地走 走到可以讓急救車過來的地方 這樣子 對 左右都沒有東西了 然後也會再殺 這是蝙蝠洞 這不小心遇到了一大群蝙蝠 對 這是常跟我玩的朋友 我想說這是你 然後我想說我要學他有沒有 你當藝人 對 但我們要學會怎麼摔 好危險 你剛剛那張是為了效果吧 沒有 你都 連剛剛最後一個摔都綜藝摔 難怪我騎得這麼會摔 就是因為我在綜藝圈 你也是跟著 那就是男生是嗎 男男女女 有時候女生還比較多 但是我們都一定會 集體一起行動 例如說有的人騎得比較快 有人騎得比較慢 但我們一定會等 因為那個 這個山區實在是危險性太高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確保你OK 大家都OK 那我們再繼續下一步這樣 我有帶我的車來 他的自行車裡面 都沒有那個架子耶 你看 拜託 有架子真的就遜掉了好不好 那是俗女車才有的東西 我就是媽媽去市場買菜 拜託不要說這個 那妳要休息怎麼辦 要休息喔 其實可以直接把腳踏車就放地上 就這樣喔 對 只是說這個 要依靠一下位置 要有依靠的 對 我們就直接丟在地上 或者是其實也是可以跨在某些地方這樣子 用這個跨 這個好強喔 這個太輕了 沒辦法頂住它 有煞車啦 有 我以為是很難 拜託 誰用煞車啊 腳下 不要 妳這麼快 誰用煞車 直接衝就對了 我有一些朋友 其實真的 他的煞車皮都幾乎磨掉 然後就會非常的危險 像我是比較怕死 所以我都會一直去換那個煞車片 然後我覺得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點就是 怎麼樣摔車 所以妳現在要示範摔車嗎 我先示範一個可以騎過去的 我應該可以吧 對 因為我現在模擬一下 就是我們戶外 通常都是會有很多的高高低低 然後地形很凌亂這樣 那例如說前面我是有遇到一個石頭 厲害的是可以騎過去啦 但是如果呢 你看 不要往那邊去 這個這麼窄啊 沒辦法 我先講我的故事給妳 有一次人愛路 那圓環嘛 你知道嗎 這邊走過去是紅綠燈 你知道路上就有一塊突擊 沒那麼高啊 對 人行道旁邊有一個突擊的 那我就騎腳踏車嘛 所以我一看綠燈 我就騎上去 我想說很簡單 因為這麼窄 可能拉車頭就可以過去了 對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騎... 很多人走喔 我一拉 那個車這樣停下來 整個人是這樣 過肩摔 摔下來大家看著我 然後呢 我還想要起來 摔一點 這個完全是摔車會有的狀況 然後我就牽... 牽到雙腎那邊 我在那邊修煉 還有路人來幫我修煉 好多糗啊 那個紅綠燈 真的 那個輪子整個... 自己一起來 對 慢動作永遠記憶一輩子 瓜哥 我跟你講 其實你那個真的超危險的 你剛剛這樣就騎過去 什麼超危險的 沒有 我跟你講 你那個就是按到了你的前煞車 因為你看你的這個輪胎不動有沒有 然後你就會這樣子整個飛起來 就變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們呢 不是 我想說抬頭就過了嗎 沒有... 也是應該...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是害怕 然後按到煞車了 要按後煞 例如我這一個是後煞 所以我是按到前煞 對 你還要後煞 你看 你要飛起來 飛不起來 因為你前輪會動 但你後面不動沒關係 你就是認識我太晚了 來... 我現在在教你 我爸怕你那個有生命運 我再也不起腳道這樣 你病啊 像是如果... 好... 我也有點害怕 例如我覺得我快騎不過去了 然後要趕快找一個對的位置 站好 因為其實... 你示範騎不過去的 對 因為其實應該身體要有點往後 那你... 然後站在一個對的位置 你是女生的 我這不是磨蛋磨死 我也會磨... 我也會磨女生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蓋子的 對 這個車下雨天會一直... 就是你的水會一直上來 會啊 所以會全身都髒兮兮的 那就是要... 要這樣才顧嘛對不對 對啊 玩這個不完髒怎麼可以 他很厲害 這個...而且今年還是冠軍 代表新北市啊 去參加全運會 也是 第一名是全景啊 那是市民族的 對 但是全景... 全運會沒有得名 因為這個... 他找了那麼多 只有這個比較適合他的身材 我真的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喔 包括剛才的戶外 還有這種腳踏車喔 你要注意你的頭部 剛才那個夏醫師有講 還有你的胸腹部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遇過很多 只有騎腳踏車喔 國中生送來那個肝臟獵傷的 然後要住家務病房 然後以為是車禍還家暴什麼 結果不是自己騎腳踏車摔車 就變成這樣 對 所以你知道喔 我們那個... 騎車的時候啊 不只是我們這樣子去騎 我們一定會戴安全帽 還有護器 對 然後為什麼呢 還要有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其實也是保護你 有時候我裡面不會放東西 但是因為它後面有一個這個 你摔的時候啊 有一個防護罩 幫你保護保護你 對 因為它就是故意 它就是這個包包 就是設計你跌倒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防護作用 所以像我那個朋友就是墜落啊 就是他沒有用這個包包 所以他的背整個就是草地 那就不是脊椎會受傷 對 保護的東西真的要做好 你才可以安心地 所以現在大家來分享這個經驗 我想現在大家從事戶外活動 越來越多嘛 但安全也是要講究第一 要先做好工作 觀察電線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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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